中油桃園利油厂传出955千汽油铜片测试不合格 预估被台湾570间的加油站都会受到影响 中兴大学教授更直言 细数这一两年中油出大包争议事件不断 显示整个中油体系只有七上满下的推诿谢泽文化 中油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所谓的螺丝松了这样的情形 而在这个相关能力上财率比较低的或是最精简的配置 我想这些都是可以检讨的部分 815大停电的事件以后 中油的董事长遭到撤换赖金德 他却找来一个跟中油完全没有任何专业渊源的代签 来担任董事长 不只断气停电影响全台 小问题也层出不穷 6月16日发生矿泉水代工厂不慎食用过起原料 7月19日更爆出胡锡油库漏油事件 污染超标3.3倍还知情不报 那我应该会去做就是修长后这个动作吧 如果他之后有做出立即的修正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外界批评声浪一面倒 不过中油董事长戴前22日接受质询则表示 我上任未满一年 虽然不应该讲推卸责任的话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更进一步强调中油被揭露螺丝栓不紧 因为我是要来做改革的 有关于公安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把关好的话 那显示内部的管理的阶层跟管理的结构 有必要要进行全盘重新的究责跟检讨 恐怕得尽快解决问题 给民众合理交代才能挽回中油性欲 东森产经新闻综合报道